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在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我还是十几岁的时候 我看到台湾的那一份龙井 还有台湾人对自己国家的那一份骄傲 那个时候的台湾人一个皮箱就走上全世界 去做很多很多的生意 那个时候台湾人以台湾人为荣 我很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像我们现在四十几岁了 台湾的这几年来一直都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面 自从我在几年前我到海外去学习的这样的资本 以及股钱这样的设计之后 我大大的发现对于台湾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最棒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去检视 让我们能够去重新的去规划 属于我们的企业里面最好的那一个画面 我也能够希望能够带着更多的企业家 我们透过这样的课程 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商业的模式当中 我们一起走向这个世界 我们到全世界里面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商业的画面 并且把财富赚回来来建设我们的国家